四樓民宅內從鐵窗不斷竄出火蛇 大樓的警鄰大座 民眾倉皇逃生 有的推著輪椅下樓 有的抱著家中寵物一臉驚恐 因為這火勢越燒越旺 就怕被波及 情況緊急 擔心還有人沒脫困 現場住戶清點 其中這名短髮穿細肩戴熱褲的女子 小小生的坦誠是自己家失火了 表情相當淡定 但讓人想不到的是 他就是縱火的嫌犯 事件發生在高雄大寮 6號凌晨2點多 29歲的郭姓女子 因為跟男朋友分手了 心情不好 竟然用打火機 點燃自己的衣服要泄憤 結果這一燒 貨事一發不可收拾 查理把整個家都燒光了 還好只是採水沒有人員傷亡 只是大半夜的不睡覺 燒衣服泄憤 害得鄰居受到驚嚇著叫也不用睡了 最後女子不但跟前男友回不去了 還被依公共危險罪來宋敗 TBS新聞時課程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